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台整机只剩两个人了 这种局还有机会翻牌吗 前锋才刚刚修到最后一台机啊 杂技半血牵制邦邦 还有机会翻牌吗 这把对我来说非常关键啊 因为是保前锋B牌的 如果输了牌子可能就不稳了 所以最少要保平啊 那接下来看看杂技是如何带我飞的吧 太强了呀 这就是Joker带来的安全感嘛 这个邦邦的雷啊 认得也是非常好 非常有压迫感 但奈何杂技更细节啊 杂技在我压迫迫迫迫迫之前啊 绝对不能倒地啊 不然妥妥的三抓了 所以他也是毫无保留 不贪球 不贪飞轮 全部用掉 只为拖出我的最后一台机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密码接押好了 那也是直接开啊 邦邦太大意了 这边有地窖啊 为什么死抓杂技呢 前期直接换人 也许还有一点的机会啊 那现在的话 真的是在劫难逃了哟 结果也是真的做到了极限保皮啊 最后也是成功保住了B牌 那你擦 不起 我错了 之前我说 匹配和联合的时候 我讨厌佛系 遇到佛系就是浪费时间 但其实我说的是那种人机局 什么是人机局 就是监管开局就不抓人 在那转来转去 求生者要么修机 要么跟着监管做动作 很无聊的 那我为什么错了呢 因为其实除了那种人机佛系局外 还有其他佛系监管 我说的太绝对了 我错了 比如这把的小提琴 就值得所有佛系监管学习 它其实也是佛系监管 如果我不说 你是不是看不出来 因为它一直在抓我 但谁说佛系监管就不能抓人呢 只要你心中有佛 最后让求生者获得胜利 那前期你随便打 你也是佛系监管 我不喜欢那种人机佛系 但不代表我不喜欢这把的这种佛系 只要你不当人机监管 我都很喜欢的哈 如果你想当佛系监管 我也建议你们当这种佛系监管 前期加油抓人 证明你的实力 后面可以佛了对面 我相信对面肯定会很喜欢的哈 后面是怎么佛的 大家可以耐心看完 这种佛系和那种人机佛系 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就是有正常的游戏过程 不管这把前期是正常抓我 还是抓我队友 只要他正常打了 那后面他再当佛系 那我肯定也是喜欢的哈 我还盖不住你啊 哎呦 哎呦 整个人想给我扛刀来 这来扛不到 被琴鞋给拉住了 没有关神无人就好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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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BBQ了 被翻盘了 你们看 我在干什么 我在求佛呢 所以说我不是不喜欢佛系 这个小提琴就很不错 你知道吗 转圈圈 怎么说 笑死 当然 我可以求佛 对面监管也可以不佛 可以狠狠地四装我们 很正常的 那如果监管开局就当佛系 我们求生者也可以不理 该撞就撞 也很正常吧 打到这里 我们集体开始下饭了 其实可以投降了 但因为佣兵还没倒地 点不了投降 这里我也会努力增长 下来继续牵制 不喜欢佛 不代表 不代表我不喜欢去 下来之后继续遛他呀 我说的是遛鬼好吗 他不佛我给你遛他呀 恐怖吧 四十你们看 我们准备投降了 但监管抢先一步投降了 这样佛系难道不好吗 兄弟们 昨天晚上我就刷到了 雪憨憨的光 一晚上都没睡着 这是天要塌了吗 雪憨憨毫无质疑啊 作为第一人格 人妻第一主播啊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他身上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啊 注定会被放大无数倍的 这次他能不能扛过去了 我也猜不到结局啊 不过 我是真的生气了呀 作为一个五六年的老主播 你们就真的没人记得我了吗 我每天说的都是这种信息啊 你怎么不火了呀 从小学看到高中还在更新 张得帅你怎么还在呀 你怎么还在发视频啊 好久没有刷到张得帅了呀 我是真的生气了呀 每天兢兢业业发视频做小学啊 从来没有断根啊 结果只有摆来个赞 发一下带有上小爱的视频 直接给我干到一万点赞 这就是趁热度吗 这就是流量密码吗 我不信啊 除非这个视频 点赞再给我超过一万 不然我觉得还是好好做视频啊 做教学啊 肯定会有前途的 有人会喜欢 施老师的教学视频吗 可以在视频下面说一说 好 字幕 李宗盛